7月14日拜登政府宣布 将在未来几周内取消80.4万名学生总额达390亿美元的贷款债务 据悉针对联邦学生贷款的借款人 有几种不同类型的以收入为导向的还款计划 这些计划根据借款人的收入和家庭规模规划还款 政府会衡量借款人还贷能力而给予贷款减免措施 长期以来政府的系统无法准确追踪借款人获得减免的进展 在实施修复措施后 可以更准确地计算现有收入驱动型还款计划下 符合条件的每月还款额使得更多借款人免除债务 美国教育部表示 此次行动解决了系统的历史性失败和误算借款人减免资格的行政错误 行动将汇集得到教育部直接贷款或联邦家庭教育贷款的美国民众 教育部将在今后几天通知符合减免贷款的借贷者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7月13日宣布 将人造甜味剂阿斯巴田列为可能对人类致癌的物质 但补充说 如果每天摄入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40毫克 摄入阿斯巴田是安全的 阿斯巴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被广泛用于各种食品和饮料中 包括减肥饮品 口香糖 冰淇淋 乳制品 如酸奶 早餐麦片 牙膏以及药物 如止咳药水等中 对于世卫组织的结论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发文称 不同意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结论 阿斯巴田被其归类为可能对人类致癌并不意味着阿斯巴田与癌症有关 FDA表示 阿斯巴田是人类食品供应中研究最多的食品添加剂之一 当阿斯巴田在批准的条件下使用时 并不担心其安全性 该甜味剂已在许多国家获得批准 加拿大卫生部 欧洲食品安全局等监管和科学机构对阿斯巴田进行了评估 在目前的允许使用水平下 阿斯巴田是安全的 美国演员工会和广播电视艺人联合工会宣布 与代表影视制片公司利益的电影和电视制片人联盟未能达成新协议 确定罢工 此前 美国编剧工会已在5月2日开始罢工 这也是1960年后 演员和编剧再度联合罢工 在罢工期间 演员工会将会停止所有电影和电视制片人联盟旗下的剧本电影和电视制作 上个月 演员工会的成员怀疑98%的压倒性投票 授权工会管理层在谈判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举行罢工 同时授权工会领导人 一定要在合资方的谈判中坚持到底 电影和电视制片人联盟代表着亚马逊 苹果 迪士尼 康卡斯特旗下 NBC环球 奈飞 派拉蒙环球 索尼和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等主要电影公司和流媒体公司 据悉 演员工会的诉求包括经济公平 后期分红 规范AI的使用 缓解全行业范围的自录试镜费用负担等 核心问题是薪酬以及人工智能的使用 洛杉矶市长凯伦巴斯7月13日宣布 又一辆载有移民的巴士从德州抵达洛杉矶 巴斯说 市政府继续与市政府各部门 县政府 非营利组织联盟以及我们的伙伴合作 执行今年早些时候制定的计划 市长办公室周四没有公布有关这辆移民巴士的更多细节 但洛杉矶时报报道称车上有35名移民 这辆巴士是由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派往加州的 这是过去一个月以来 第三辆载有移民的巴士从德州抵达洛杉矶 德州州长阿伯特称 这些移民被送往洛杉矶是因为加州宣布自己是移民的避难所 加州会向非法居住在美国的人提供保护和福利 请不要赶紧 穿得着 已经确认了 日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